台铁一二二次从潮州开往基隆的自强号 下午行驶到斗六至园林间突然停车 等待另外一班自强号来接驳 旅客行程也因此被延误将近一个小时 让民众好无奈 台铁公司表示因为机车与客车间空气软管泄漏 列车风缸空气压力降低 所以启动自动刹车停车安全措施 受影响的旅客也都已经接驳完毕 我们待会会有别的列车来接驳 我们说我们要换车 列车上车长广播请旅客换车 民众无奈只好慢慢拿下行李 站在走道上等待 每一步都谨慎小心 慢慢走到对面列车 25号下午台铁一二次自强号 早上11点21分从潮州发车 终点站到基隆 但没想到行驶过斗六站 还没到园林的时候 却突然停车 并广播告知全车旅客要集中到第七节车厢 换成另一班三七二次自强号接驳 我会这样的 我是要赔偿时间跟车票 还好啦 也没有什么在赶时间 当然会觉得很无奈啊 在应应措施上面 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车上旅客很无奈 因为这么一耽搁 延误约一个小时 对此台铁公司说明一二次自强号 在斗六林内间 因为机车也就是车头 与客车间的空气软管泄漏 车厢风刚空气压力降低 才会启动自动刹车停车安全措施 旅客也与全数接驳完毕 虽然这种状况不常发生 但行程受到影响 旅客肯定一次都不想遇到 借黄富奇流据林昭贤云林报导